如果你的脚踝受限没有办法活动到正常范围的话 受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膝盖和腰了 正常的脚踝往下要有50度 往上要有20度 内翻大约30 外翻大概15 给你分享一个很简单的评估方式 你把脚掌放在你墙壁一个拳头宽的位置 然后膝盖往前 看你的膝盖能不能够碰到墙壁 如果你的脚踝受限没有办法活动到正常范围的话 虽然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全身可能会开始这里痛那里痛 受影响最大的地方就是膝盖和腰了 在人体动力链上所有动作的起点都在脚踝 但是脚踝活动度受限因为无感 就非常容易被忽略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健康的脚踝有多重要 还有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法来维持脚踝的活动度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Josie 在物理治疗界中 厨身有最难推倒的三面墙 这三面墙分别是胸椎 髋关节 还有脚踝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其中最无感的一道墙 脚踝 正所谓立从地起 脚踝是所有动作的起点 从走路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身体跟地面连结的第一个关节就是脚踝 更进一步说 所有的运动 比如打羽毛球 高尔夫 拳击等等 只要会接触到地面 就会跟脚踝扯上关系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运动都穿上很容易打滑的鞋子 是不是瞬间什么动作都做不好了呢 这种打滑的感觉会让力量传递不稳定 而稳定的脚踝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更好的和地面之间传递力量 那脚踝的活动度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来体验一下 想象啊 我们在打高尔夫球上杆的时候 我们先用正常的姿势来上一次 记好这个感觉哦 接下来我们故意把前脚脚踝内翻 再上杆一次 你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好像转不过去了 这是因为啊 打高尔夫球时的旋转动力链 在传递到脚踝的时候 前脚是需要脚踝外翻的活动度的 如果聚下关节卡在内翻的角度 髋关节的角度也会连带受限 动力链传递不顺畅 除了会影响到整个挥干动作的表现 你的身体也会为了要完成上杆的动作 强迫腰和肩膀代长更多的角度 持续运动下去 呈现出来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腰痛肩膀痛 所以运动员如果有脚踝活动度受限的问题 就像比赛前先吃坏了肚子一样 还没开始就先占了劣势 以上讲的啊 都是额状面的内翻外翻动作 脚踝还有另外一个近距关节 提供的是屎状面的背驱和直驱的动作 如果背驱角度受限 就容易造成吸超声和骨盆前移的体态 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在蹲下的时候 骨盆提早后勤导致下背痛 如果直驱角度受限 在走路的时候会影响到囤肌 让它无法发挥推进的功能 腰就会代长过功 走久了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腰痛 你很简单的记住这些前移后果就好 因为这些原理要讲清楚 会牵涉到非常复杂的机动学 将来有机会我再拍影片来详细说说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开始 全方位的提升脚踝的活动度吧 第一个动作脚踝背驱关节松动术 一开始左脚站在椅子上 拿一条弹力带绑在脚踝上 右脚踩住弹力带固定 膝盖往前弯曲 要注意 这时候左脚的足底三脚要稳稳的踩在椅子上 脚跟不可以离开哦 弹力带绑的位置除了往后下拉之外 环境许可的话也可以绑在某个地方 让弹力带往内绕过足跟 往左后方拉 带出一点足跟外翻的动作 可以顺便矫正足跟的位置 身体往前到底算一次 一共做12次一天三组 第二个动作脚踝内外翻 关节松动术 保持一样的动作跟可能一样 只是往前的动作膝盖多一个往内的角度 利用膝盖往内的方向带动足弓下沉 增加脚踝外翻的活动度 这时候也要注意 足底三脚要死死的黏在椅子上哦 12次一组 一天做三组 做完内转 接下来我们来做外转 膝盖往外打开一点点 带动颈骨外转 拉起足弓 这动作要特别注意 大拇指不能翻起来哦 一样12次一组 一天做三组 第三个动作 我们用PNF的技术来增加脚踝背驱的活动度 脚一样放在椅子上 膝盖对准二三脚趾 把身体往前推到脚踝的最大角度 保持最大角度的状态 用力的垫15秒的脚尖 外观看起来虽然没有动 前脚掌是要用力往下踩的哦 踩15秒之后 再往反方向出力勾起来15秒 完成一轮之后 你的膝盖又可以再往前一点点 这时候你脚踝的背驱角度应该就变大了 一天做三组 第四个动作 功能性的脚踝内外翻 首先左脚踩稳地板 大拇指朝前 右脚往左脚的前方越过左脚 屁股往左边推 让臀部侧移的动作来带动足弓拉起 全程足底三脚都要稳稳的踩紧地面哦 这动作可以提高前足的稳定度 前足不稳定的人在做侧移方向的运动时 脚就很容易翻起来 本体感觉会变得比较差 也会比稳定的人更容易扭伤 12次之后进入Part 2 换方向 右脚侧移深蹲 左脚的足底三脚全程都要踩在地板上 基于身体侧移的力量 带动足弓往下沉 可以提高脚踝外翻的活动度 非常适合脚踝卡在内翻的人 12次之后进入Part 3 左脚不动 右脚往前跨一步 整个身体除了左脚之外 都要旋转带动足弓提起 12下之后换成往后旋转带动足弓下沉 前后左右都做12下 一天做三组 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要松动的那只脚 足底三脚一定要提醒自己 踩稳别翻起来 这个动作的重点在于慢 不要太心急 做得像甩关节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扭伤了 之前的脚踝扭上影片我有提到 脚踝有两个主要的关节 分别是近距关节和距下关节 让脚踝看起来好像可以做出 360度的旋转一样 这两个关节 一个负责内外翻的角度 另一个负责背直驱的角度 任何一个角度受限 都会往上引起连锁反应 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运动表现 这些错误的连锁反应 都会让关节不均压 产生各式各样的代偿 但身体还没出状况之前 都很难被发现 今天教你的脚踝活动做运动 希望可以在出状况前 就先帮你提早解决问题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很多人的前足功能性动作有问题 容易在走路的时候 后出现脚趾往外撇 外撇最终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是拇指外翻 如果你也有这种问题 就代表脚踝和臀肌之间的动力链 也有点状况了 关于这个问题 下次有机会 我再拍影片来说说 脚踝只是人体动力链的其中一个环节 甚至整个竹踝本身还分成 前竹、中竹、竹根的动力链 那我会继续努力 把这些知识都拍成通俗易懂的影片 让大家更了解物与治疗是脑袋里的在装什么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可以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 会员专区会开始更新 无广告的完整运动循环影片 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会员 同时给我一些鼓励 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脚踝活动度增加的运动 适合在运动前坐还是运动后坐呢? 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